又长胖了 你零食吃多了吧你 你吃零食怎么不胖 你能活比吗 我说的是空气零食 今天是一起解馋但是长不胖的空气零食分享 就是越吃越瘦越吃越美那种 而且每一个都超级好吃 不行了 我还流口水了 咱们开始 我跟你们说 现在社会真的太卷了 薯片都用肉做了 鸡胸肉薯片 鱼肉薯片 大家都知道鸡肉和血鱼都是什么高蛋白定脂的食物 而且它这个薯片它是零油的 看到没 肥油炸的 而且它这一包大概就一百卡 就一根香蕉那个肉呀 就你平常看电视炫个一包两包 根本没有任何的嘴巴 而且它这个薯片是比普通薯片 厚的 厚的三四倍左右 那酥脆感更别说了 真的特别香 就是像小时候吃那个脆香米的感觉 就是真的 四个字 停不下来 而且这两包我都没省得吃 我拿给你们拍摄 真的 如果有想吃薯片咀嚼茶 但是有好胖的姐妹 你吃的 下一个 周年少女他们家的这个鸡胸肉肠 真的 喜欢吃肉咀嚼的姐妹都给我去买 关键 它这个是鸡胸肉做的 特别有嚼劲的 脆脆的长蹄 加上里面 QQ谈谈的鸡胸肉 哇 工作累切切累的时候 来一根简直就是 上天堂 对了 如果你放微博里给转一下 它就油滋滋的冒油 都会更香 跟那个商店卖的那个草茶 味道一样 直接下到零基甲来敲门 我一天用这个吃饭 嗯 记住哦 他家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蒸鱼卷卷 它的鱼肉含量是大于50%的 而且蛋白质的含量也很高 因为它的做法是蒸的 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健康的地质小零食 而且它这么大一包 还没有一个苹果的热菜膏 里面呢是这种单独的小包装 很干净很方便 里面是这样子的 口感呢就跟我们平时吃那种 好像它的鱼丸一样 但是它没有那种工业家的 那种焦的感觉 一点都不行 然后它这个香辣口味 就是多了一点酸甜的口感 很入味很入味 最后一个是我的童年伙伴 味龙 减肥零食我都能上网了 就是这个鲁蛋同学 它还是溏心的 鸡蛋的热量又不用说了 真的很低 因为我很爱吃卤蛋 所以这个真的很对我的口味 跟我小时候学校门口 卖的那个茶叶蛋的味道 是一样的 好好吃 卤香味特别浓 贼出味 它的蛋白呢就是QQ弹弹的 但是我想讲的是 它的蛋黄真的很绵密 就丝滑到你 吃你丝 就滑进胃里去了 完全不会叶 你看我现在吃了一半了 根本就没有喝水 一点都叶 就平时上课上班 没时间吃早餐的 你就穿两个放口袋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饿肚子了 今天先讲这几个啊 后面我再给你们试 Bye